是不是要换电池了呢 是不是我被监控了呢 是不是我一举一动 都是在一个看不见的状态之下 被掌握住了呢 其实我们 我上任这一段时间来 有很多都觉得比较讶异的 而且超乎正常 一个机关 民主社会应该有的一些规则 像这个如果全朝的机要 把功能带走 把过一段时间再还回来 既然已经离职了 怎么可以带走功能呢 所以这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查 第二 针对这个吴先生 为什么我就任 他已经五次到我市长办公室 那每一次隔 大概几天的时间 这很容易联想 很容易的 是不是要换电池了呢 是不是我被监控了呢 是不是我一举一动 都是在一个看不见的状态之下 被掌握住了呢 那我觉得检察官应该 要严格的调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院侠市市长 政治人物 因为改朝换代 被全部24小时监控 我想全台湾人民 是无法接受的 当然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有 我希望检察官能够严格的调查 那么遏止 这样一个不正当的 政治歪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